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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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湾区节目的阿强 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南沙的楼馆 就是我们星河的江沓春晓 也是我们的一个别墅盘 今天请到川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大家好 我是这边的自主任 我叫阿川可以了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湾区之业 现在带大家到我们的销售中心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驱委情况 和我们的外围的环境 今天由川哥主导我们 请到这边请 先和我们说一下我们的驱委情况 好的 周边是怎么样 其实我相信 对于香港或者澳门的居民来说 我们大陆这边 特别是与港湖大湾区的 政策的落地和推进 应该都有所移民 相比起深圳的前海 和出海的横琴来说 我们南沙起步 虽然稍微迟了一些 但是国家的一些政策和资金 可能会比这两个特区 因为它先前那两个特区 已经发展了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说 也是我们广东里面的第三个 没错 同时它也是广东省 省户城市 广州市唯一的出海口 第二个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看回南沙这边 这个节目区 它是深圳的前海和珠海 是在横琴两个节目区之后 还要大 更大的体量 意味着在未浪 会有更加强的人口 和产业的承载能力 是的 其实在发展的地方 我总是觉得 一个人口和产业都重要 没错 如果不是的话 有楼没人住都没用 没错 好 麻烦给你讲 南沙这边 因为它是三个节目区 最大的一个 所以政府 是将它划分为七个版法 去进行发展 例如南沙湾 超门金州 以及这七个版法 目前来说 政府投入力度最大 配套兑现速度最快 城市区画格局最高 就是我们项目所处的 明珠湾起步区的版法 明珠湾起步区的发展主体 主要是在陵山岛 和我们项目所处的 国际金融岛 叫横力岛 陵山 即是岛尖 和横力岛 也是岛尖 没错 两个是岛尖 凌山岛尖 这边 其实算是明珠湾起步区的1.0版本 亦可以看作为实现版本 它是2014年开始做一级土地开发 发展到现在 基本上 它的城市界面 城市面貌 已经是国内一线城市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横力岛才是明珠湾的中级版本 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整个城市界面很好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政府 投入的机构和配套 但是我们横力岛这边不同 你可以看看 首先第一个生活配套上 目前全球运营时速最快的地铁线路 广州地铁18号线 它的站点就像在我们横力这边 现在有的了吗 有的了 随时用的了 现在看它使用的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 巷目 大概是走400米左右 这么近 400米左右 就是在我们巷目走400米 去到横力这个地铁站 是的 这个好像是很高速的那个 是的 27分钟可以回到我们广州的珠江新城 现在卖着30多万一方的一个版法 18号线 好像18号线和22号线都很高 对 18号线和22号线 而且两条线可以交换成的 对 160速就在两条线 对 就是这两条线 目前全球最快的地铁 厉害 反正用地铁的价钱 坐高铁的速度 是的 就在两条线 而且它连接的两个板块的楼价 价差是未来南沙这边 就是我们横力度一个增值的一个部分 你想想 27分钟的地铁线路去到珠江新城 你出了站 抬头一望 你看到所有民意 基本上都是十几二十万一个方以上的 你去回我们横力度这边的话 目前处于开发状态 所以它的楼价呢 目前都是三到四万元左右 三到四万元是住宅 现在我们的 双瑞产品 我们是双瑞 是双瑞产品 双瑞都是多少钱呢 双瑞我们现在一套的总价是七百五十万到一千万 七百五十万到一千万 套套有花圆 部分单位的话有地下室 有天有地有花圆 这个呢 稍后我们再去我们的药坂间看 好 现在先和我们讲一讲 区位和我在沙埔那里描述一下 好的 刚刚说完交通方面 是的 现在你讲到交通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客户在香港过来 是如何交通 我们最快出去 因为我也知道还有船 有水路 有水路和高铁 两种方式的 第一种方式就是 西九龙坐高铁去到我们的兰瑞 就是庆盛站 再由庆盛过来的话 车程是十多二十分钟左右 庆盛直接是和地铁是一个商链的 没错 它是地铁和高铁商链的 如果是水路的话 就去我们的南沙湾 等等 你现在讲一下 轨道交通 其实是西九过来庆盛要多久 半个小时 西九过来庆盛也是半个小时 在西九地方的话 molt快 是 你们看到班次 有些常规的班次可能大概la 六十 rating 在慶盛過來這裏呢? 在慶盛過來這裏有十年二十分鐘的車程 可以做到 其實都是一小時多一點 對 一個小時多一點 還有另一個 坐船的話就去我們的南沙灣板塊 這邊有個遊輪母港的 那邊的話是南沙的客運港 坐我們珠江飛航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由中港城去南沙的客運港 那客運港再過來這裏呢? 客運港再過來這裏 都是二十分鐘左右 因為現在南沙所有的市政道路 全部都在做高速化的改建 目前來說可能二十多分鐘 以後這些全部高速化之後 十多分鐘我相信沒有問題 剛剛也說回地貼的交通 還有一個醫院 這裏都是生活配套 這個很關鍵 是的 因為我們華麗這邊 定位為全中國首國國際金融島 所以未來面臨的這些 無論是住戶又好 辦公的一些客運來好 他們需要這些高端專業的醫療配套 那麼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就是華南地區最好的公立醫院 那麼它的分醫院設在我們南沙華零這邊 距離我們項目大概是兩公里左右 兩公里左右 沒錯 中山附屬那裏可能有一點 嗯 是 那收穫配套港元 其實華南地區 國際金融島 最主要是它和寧山島 有一個本質的不同 就是政府投入的野多 那麼你可以看看我們學目所處的 這個島中和島尖 這邊首先第一個 目前中國 唯一一個確立了永久會子的城市 就是南沙這邊 IFF的話它都是世界三大金融論壇之一 那明年就會開會了 就是那些大哥過來這裡吹水 是 都是一些大哥 全球範圍內 金融界的一些負責人 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都會來這邊開會 那還有好像譬如說 廣州期貨交易所 粵港澳保險中心 粵港澳國債商業銀行 金融博覽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政府主導的一些金融機構 所以買橫力島這邊 你不會擔心它未來這個版法 發展不起來 因為全部都是政府扔錢去 當然是 政府的東西不會失去哪裏 不會失去 即是私人的東西 還怕資金混沌 沒錯 所以由這兩個島 你可以看得出 橫力國際金融島 它的未來增值的潛力 和它的城市規劃格局 是比較高的 我們在沙本再說說 好 好 賣的產品是哪裏 我們現在賣的產品 就是由5到10棟 一共是6個單元的雙碎產品 總共是29套 其實強哥你知不知道 目前整個橫力島 住宅的產品有12000多套 但是我們現在賣的商稅產品 整個橫力島只有29套 雙稅是怎樣的 雙稅其實就是 簡稱商業別墅 哦 它是具有別墅的居住性質 但是它也是商業性質的 你可以住宅公司 可以做自己的私人會所 可以做自己的 可以供可以私 所以兩隻爬做山野可以 沒錯 跟兩隻爬差不多 明白 我們項目這個29套 為什麼說它是稀缺 因為做這些商稅產品 第一個要求就是 要來這個小區的地塊 溶積率一定要低 密度是要低的 密度地化 但是橫力國際金銀洞這邊 全部寸土寸金 每個樓盤基本上都是4.0 甚至乎有些高的去到6.0 但是我們樓盤呢 2.5的低溶積率 差很遠 差很遠 日本人肯定是人家全部高層 是啊 你們現在住多少人 全部這些商稅 差很遠 而且我們這個地塊 除了密度低之外 一線林江 對面就是一條 大概350米闊的一條江面 直至面江的 我想問 以後一片會不會有些什麼發展呢 如果它說有起樓 會不會擋掉光景 這個就絕對不會了 因為在政府的括話當中 我們這個地塊 已經是頭排林江的地塊 頭排林江的地塊 頭排林江的地塊 回到這邊的話 全部都是一個沿島 7.8公里的一條 風光帶來的 沿江公園 這個就是沿江公園 以後也是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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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很漂亮 而且這個公園有板 就是在已經建設好的寧山島 所有的沿江都是一個公園 到時強烈都要去看看 好啊 因為始終光景和視角感 真的很遠 是啊 沒錯 那我就介紹一下我們學目的這些商品 好啊 好啊 我們現在營銷中心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十棟的這個單嶼 十棟的話 是我們這六個單嶼二十九套中 綜合數值最高的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它是臨街 面乾 有天有地有花園 還有帶上地下室 那它就是綜合數值最高的一個產品 有些人就說 臨街的話 可能對住就不太友善 但是瘀傷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人流量、車流量大 你這個產品的超市面好 那十棟這邊的話 就是最貴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小區這邊 六到九棟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四連排的單位 它們沒有地下室 但是呢 它們的花園會特別大 最小的都要去到七十個方 最大的花園可以做到兩百個方 那花園那些是否算這個面積 不算的 即是可以給你使用 算是增送的 所以這些產品性價比高 你現在說性價比高 其實現在是做到七百多萬吧 總價是七百五十萬到一千萬 即是不等 對 你可以用三百五十方至四百五十方 的實用面積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可能你的使用面積的單價 才兩萬元出頭 即比住宅更便宜 是的 所以這些產品多人看 我們來看看陽板間 好啊 這邊 先說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小區配件的幼兒園 公立的幼兒園 其實它本身來說 在幼兒園裡都配置了 一些教育系統 是的 裡面有幾個花園 帶我們來到雙瑞這裡看 這是日本的花園 沒錯 這個花園是送的 送的這個花園 而且這個花園五十個方島 算是我們最小的花園 這邊請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套單位 它入證的面積是八三方 八三方 八三方 但是橫節面是很闊的 這個一樓有差不多六七個方 而且它是純框架結構 沒有任何的柱和糧 所以你想怎樣佈置都沒有問題 哦 即是它交付的時候也是無批的 交付的時候是無批的 哦 我也是有裝修的 帥哥 那沒有我沒有 我們看看這裡 這裡有個公用衛生間 是 那這些產品呢 因為現在陽板間的示範單位 在這邊是主要以居家風為主 那如果你想經商的話 可以隨意改動的 因為我們全部是純框架結構 它也是留到一個電梯間的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 我們先上還是先下 先下 可以 這邊就是這套單位的地下室 這個是負二 負二層 因為它地下室的話 有整五米的層高 所以你做兩層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即是現在是地下室的中空 沒錯 交付的時候全部都是一個空間 整體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這扇門出了去 就是我們的小區的停車場 地下車庫 所以這套單位是可以車庫入戶的 哦 都是配合車位的 需要自行購買 因為這些車位大產權 哦 即是要自行購買 但是就可以買了 這套單位的業主 賣到家門口 沒錯 沒錯 我們都從右批行走 好啊 可以體驗一下 它現在這樣做得不錯 嗯 這個就是負一 這個負一了 所以看需求 如果有業主有需求 可以將它通鋪過去 那就用到這邊的面積 哦 因為它夠高 其實通鋪過去都不會壓抑 看它怎麼用 我覺得如果它夠住的話 我就覺得不要推 中空會比較大氣 是的 起碼在那裡坐在那裡 看上去的感覺都不一樣 是的 沒錯 在這裡做一張麻將桌子 夠用 是啊 所以我都說夠用 就不需要每次都搞到九萬多間房 沒錯 你做什麼呢 拿來出租嗎 哈哈 我的見解就是這樣 是的 其實是的 買了這些產品 客戶的家庭結構 我覺得不會住很多人 偏享受為主 是 我們走一走樓看 好啊 它的梯級其實它保持的高度都挺合理的 嗯 沒錯 這個大概18公分左右 走得不會累 嗯 那我們就上到來二樓 二樓的示範單位就做了三間房 看需求 你做兩間房又可以 甚至做一間大套房都沒有問題 到時候家庫的時候也有長的 你們說 家庫沒有這些長的 沒有嗎 完全是中空的 哦 它就像一個 一張八尺 任由你去設計 就是地面有的 地面有 但牆身是沒有的 沒錯 明白了 出來這邊會有一個露台 露台呢 基本上長的 差不多了 是的 但是似乎有窄了一點點 再浮一點 差不多 是的 其實這個露台 對於雙碎產品來說 很多雙碎 它不可以做露台 我們可以佈建做露台 這個都有優勢之一 然後對面可以看出去 就是美來的一個 浴缸公園 是的 還有對面就是零山島的一些 總部寫字樓 集群 所以我們這套單位的景 都會非常之好 現在真的時代變了 以前一個島 有一個荒島 現在就值錢了 是的 對面零山島 對面零山島 都是由2014年開發 你看看開發到現在 先幾年 都已經成形了 棒棒聲 好 這裡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也是可以 對著我們的露台 是沒錯 光線也比較好 通風採光也比較昇儀 對 還有觀景也挺漂亮 對 好 這裡有一間客房 這間也不小 對 這間房也不小 對 這間房也不小 然後回到我們三樓 一間的設計 就是做了一個大主套 整層都是做它的主人房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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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更加要自己最好 當然要把最好的樓給自己 整層都是主套 而且它的景觀 是最美的 因為較高 看這邊 城市景觀 崗景 公園景觀 還有自己的花園 四景合一 可以 這裡有一個衣帽間 衣帽間 帶有一個主套的 化妝間 真的可以 你說這裡的入證是多少 這套單位 這套單位 現在我們看著這套單位 入證是133方 133 133 還未達到14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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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實際使用的面積可以去到370幾方 370幾 133到370幾 你說差差不多3半 是啊 大概多少錢 這套單位 這套單位 計算的話 如果是10棟的話 大概1000萬左右 因為它是數字最美的 如果同樣想要這樣的格局 但是又覺得想要性價比高一點 想著買來自己住 可以減回我們的6棟和7棟 基本上是750萬左右 760萬左右 即是從750萬到1000 沒錯 你剛才說天台可以用在哪裏 天台的話其實每間都可以用的 那它是怎樣用呢 譬如在我們這個頂樓的樓板 你鑽一個樓梯的洞出來 即是需要自己去做 需要自行做改造的 因為現在大陸這邊的政府 提倡做光復發電 節能嘛 環保 可以不可以的那些東西 沒有問題的 我們已經資訊了所有政府部門 因為光復那些東西 若干年前就吹得很行的 到現在我就不知道怎樣了 我們資訊過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給你打一個2米6的板 我們看完這個陽板間 我們也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請川哥跟我們說說 我們這個樓盤的優遇性在哪裏 它的優點在哪裏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樓盤所處的板塊 一定是南沙未來前歷最高的一個 可以說是灣區CBD 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它所有的配圖機構都是最高的 第二個是我們樓盤的所在位置 一線林江有景 然後而且我們低密度的一個社區 這個我覺得是 我們最關鍵是這個 低密度對於你居住舒適度會太高很多 環境又很漂亮 密度又不高了 還有一個我想問一下 如果香港人在這裡買 有沒有什麼限制 因為這個是商業 商業 是商業產品來的 沒有問題的 跟大陸居民是同樣的購買條件 即是都可以買的 沒錯 在房貸方面呢 按揭方面的話 其實現在有部分銀行 都是可以接受我們香港居民的流水 以及收入證明都沒有問題 即是看香港流水 是看香港流水 因為很多時候 即是以前的政策 地下要看我們 是的 接著要找個親戚朋友 是的 掛靠 現在又不存在了 不存在 很自由的政策 也放風了條件 因為今年是整個月 港澳大灣區大融合的一年 所以很多的政策都是釋放出來 我們香港朋友大家也聽到了 對於我們一個購房政策 其實是放風了 尤其是我們藍沙 中央也是重點的打造 所以它給我們的條件是非常好的 沒錯 再加上我們一個交通的軌道 就很帥 西九錯高鐵去到慶城 再轉一個18號線 時速860 我給地鐵飛的價錢 就可以過到這裡 需時在香港西九龍過到這裡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鬆一點 過半小時不用 一個小時零十、十五分鐘 什麼都到的了 一個交通比較方便 另外一個 我們的發展潛力 還有一個升值空間很大 沒錯 大家聽到之後 如果喜歡的 或者需要諮詢的 記得聯繫我們 我們是灣區置業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什麼我們見面 和來到現場 我們再詳細和大家分享 這期節目已經差不多了 辛苦了 川哥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